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路上從新屋到大潭電廠這裡 對我來說 算是就地重遊 很多人在網路上看到我在八年前在新屋的照片 寫下藻礁永存 在鄭市長接任以後 今天我們看到的關心藻礁 事實上已經做了非常好的保育措施 今天大家也看了大潭藻礁 我要跟大家說明 三階的工程已經蓋了三分之一 剛剛大家都看到大潭藻礁還在原處 這就是我們三階在外推方案的努力 我們先避開了岸邊的朝間帶的藻礁 只用既有的 已經填過的地方 把開發面積從馬政府時代規劃的232公頃 縮繳9成 變成只剩下23公頃 現在離岸1.2公里 我們的幕僚告訴我 桃園人都知道這個距離是桃園 大門要走到桃園市政府 大潭這裡的燃氣發電 我也想跟各位報告有三個關鍵 現在北部還有依賴南電北送的情形 也有中電北送的情形 三階給大潭的氣 大潭發出來的電 將是我們北部供應穩定的很重要的關鍵 第二 也是我們中南部降低空污的關鍵 如果我們增加天然氣的發電 我們排盤量可以減少一半 減少的空污可以減少到2 3分之2 保護藻礁生態 減少中南部的空污染 是應該是一個兩全的價值 第三個關鍵 我們邁向淨零轉型的務實關鍵 我們也應該要呼應世界2050淨零轉型的訴求 這也是低碳低污染的天然氣作為橋間能源 非常重要的角色 藻礁有保護 空污有減量 經濟有發展 環保跟國家的發展可以雙贏 我們一起來支持這個雙贏的方案 謝謝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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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